大家好,感谢收看七味养生 今天和大家聊聊厨房的扩销 在国外呢,很多厨房都是开放式的 那么现在国内也实行了 油烟机呢,有时候吸得不干净呢 这个油烟味呢,仍然会存留在这个墙壁上啊 或者是这个橱柜上 那么呢,我们选用呢 这个为厨房清新的净油呢 就可以用柑橘类的这个柠檬净油和青萌两种 这两种呢,对厨艺味呢,效果比较好 适合在厨房用 每天呢,我们可以做一次扩箱 用这两种,任何一种都可以 然后呢,可以清新厨房的气本 还可以呢,用这个金油呢,滴入到水中 用抹布呢,来擦这个橱柜 既除污垢,又可以清新这个橱柜 另外呢,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金油呢,滴到饼片上 放到这个冰箱里,去除冰箱的一门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见